为期三天的2024年北约峰会在华盛顿入幕 虽然峰会核心议题是资源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但北约与印太合作应对中国也是重要议题 为应对北京的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鼓励北约更加专注亚洲 国会外交领袖也盼望北约加强印太合作 此次北约峰会中国议程究竟收获如何 在对待中国问题上 北约与美国是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趋同 在大西洋两岸都从在整体上的政治气氛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美国与北约的关系是否也面临调整 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位嘉宾是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挺辉博士 林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 赖小刚博士 赖博士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林博士好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四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记者的问题 详细回答了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 尽管外界对他的精神状态提出质疑 但是他仍然全力捍卫自己继续竞选总统的决心 拜登在华盛顿的本月峰会结束时发表讲话 与会各国领导人同意采取具体措施 增强乌克兰援助 抵御俄罗斯的能力 以下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鲍威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总统知道在对他的政治前途进行猛烈抨击的媒体面前亮相 将是一个重大挑战 就在这几分钟前他还出了个重大纰漏 在介绍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则连斯基时 竟讲成了他对手的名字 星期四在北约峰会繁忙的一天会议结束时 拜登花了近一个小时回答问题 试图摆脱他最近在言辞上的失误 针出于他视为自己总统认其中最大的挑战 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有功劳的 在本次峰会召开的这个星期 多位国家元首在他们的声明中特别感谢了美国 并亲自感谢我为北约取得的一切成就 但他也承认历经上个月灾难性的电视辩论表现之后 他的竞选连任之路变得更具挑战性了 他形容当时自己糟糕的表现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但重申相信自己将在11月的大学中 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华盛顿纪念北约成立75周年的峰会上 关于拜登是否有能力应对全球重大挑战的质疑深不断 北约成人国已采取多项具体举措来支持乌克兰 包括计划将冲突协调的工作纳入北约的职责范围 而非华盛顿的职责 在公开场合很多领导人驳斥了对拜登身体状况的质疑 我完全不担心当前美国总统是否有能力领导他的国家 领导我们为乌克兰而战以及领导北约 我认为本次峰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些分析人士似乎持相同观点 我认为这对拜登来说是顺利的 是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好的时刻 这会改变局势发展的方向吗 还是说这只是像河中的一块石头 刹开了水流却没有根本改变流向 我不知道 星期五拜登将面临另一场严峻的考验 他将重返竞选活动的舞台访问迪特律 在那里他将争取他最需要的支持者选民 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华盛顿报道 好了 看了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的报道之后 我们接着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林廷辉博士 那么这一次法神栋的峰会的主题 你认为是什么 那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议题 他在这样一个峰会中的分量如何 那么最后他的收获又如何 对 这一次的峰会是北约又回到华府 来举办峰会的时间点 也是北约成立的75周年 我还记得在70周年的时候 当时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说北约已经脑死了 但是现在的北约似乎又再度的活过起来 那北约这一次的最主要讨论的议题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还是聚焦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之间 那特别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也到了现场 那北约也承诺了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特别是严厉的警告中国 有关于在提供俄罗斯相关的 包含居民两用的物资上面 北约国家是非常关切的 因为这使得这场战争将近两年多来 一直无法结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在背后支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约的国家 已经将关注力集中到了亚洲 到了中国这个地方 当然中国外长王毅也提出了一些抗议 认为北约根本就是抹黑中国的一些做法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的是 因为中国其实是反对北约东扩的 如果假设今天北约东扩到了俄罗斯 就会跟中国的边界进行接览 这也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中国为什么会那么强力的支持俄罗斯 是有它的原因在内的 而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北约除了谴责中国暗中协助俄罗斯之外 另外也看到了 北约对于中国进行网路攻击 威胁网路安全 以及在网路上散播不实消息等等 北约给予严密的关注 特别是这也不是只有亚太或者是印太的事情 这是涉及到欧洲跟大西洋两岸的一些事物 所以北约也开始在网路安全的议题方面 加入了包含日本韩国以及澳洲 纽西兰等等这些亚太国家或是印太国家 共同参与北约的一些相关的演习 包含网路攻击的应对演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日的北约跟往常的北约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而北约的功能更加能够凸显出来 而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中国会未来成为北约重要的一个目标国 好 谢谢林博士开场 那么我接下来问这个赖小刚博士 这一次关于这个中国议题的最大收获 可不可以说就是 北约的华盛顿宣言第25条 将中国称为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助推者 另外拜登总统还警告习近平 助长俄乌战争将付出代价 那么在这个开会之前就有专家预测 说在语言语上要尽量的避免刺激中国 但现在的看来看 它不仅不是刺激中国 而且用了非常强的语气来谴责北京 那么赖博士你怎么看呢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察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有两点要说明一下的 要特别关注的地方 第一个呢 它使用的词 它使用的词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PRC 它这个文件中间始终使用的是PRC 不是China 这个PRC这个词呢 是从2018年10月 当时的彭斯副总统 在哈德顺研究所演讲的时候 使用了PRC这个词 这是在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之后 美国第一次用PRC这么来称呼的 而且这个PRC呢 之后就被美国联邦政府的文件所采用 这一次呢 北约国家也使用的是PRC 这一点呢 要特别注意 这一点呢 为什么用PRC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PRC代表的是 现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治实体 但是呢 就像我想借用一下 那个Masthew Pottinger 他反复强调的 也是余茂春的观点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不代表中国人民 因为中国人民概念非常非常大 也不能代表中国 中国是个地理和文化概念 它不是个政治概念 这点要特别要提醒 就是PRC这个词 第二个呢 那么就是和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历史上第一次的 就是用这样直接了当的语言 把欧洲的战争 与东亚地区联系起来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那么说呢 他也讲了 这个说呢 也讲明了一个历史的现实 那么就是从20世纪初 就是1902年 英日同盟条约签订以来 实际上欧洲的形势 就和东亚密不可分 而且呢 在第一次冷战中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利用了西方国家和苏联集团 在欧洲的对立 来取得了中美和解 邓小平利用东西方的对抗 通过对越战争 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后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都和欧洲的局势密切相关的 那么说呢 再一个说呢 就是关于这个 用了一个词 非常用了一个词 叫决定性的助推者 Decisive 决定性的助推者这个词 这一点呢 我就想借用蔡霞教授的狗屎说法 来解释一下 那么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个决定性的助推者 蔡霞呢 在2020年 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2018年修宪的时候 用了咽狗屎 来形容习近平 逼使中共同意他修宪 那么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中呢 充当了一个吞食者 就是普京把狗屎 塞到了习近平嘴里面 现在逼着他咽下去 如果要是习近平知道 俄乌战争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一定会在事先制止 普京全面入侵乌克兰 他后来呢 想方设法支援普京 是因为呢 他的唇亡齿寒的关系 就是刚才林博士所说的 讲了这个北约东扩的问题 中俄之间实际上是 个唇亡齿寒的问题 习近平实际上是被普京绑架了 而他之所以被绑架 第一个是他有先入为主 这种战略倾向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外交和情报部门不称职 他周围的人 没有人会预料到 普京会大规模入侵 更没有想到 俄军会陷入泥潭 由于习近平视线 不仅没有制止普京 而且还说出了 中俄合作无上限这样的话 俄罗斯的许多高层人物 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充满了怨恨 多次私下放风 说中国是俄罗斯 最危险的敌人 那么习近平在 俄乌战争问题上面 就是里外不是人 那么现在 北约首脑在峰会的宣言里面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称之为决定性的主动者 北京就暴怒了 自然暴怒了 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好 这么多 我比较关注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纽约时报认为 这是北约自俄乌开战以来 对中国最严厉的指控 为什么北约复在 现在这个时候 提出这么最严厉的一个指控 那么他跟中国陆军 这一次首次进入 欧洲福利这个事件 有没有关系 林廷辉博士 我想听听您的解读 在北约峰会之前 中国跟中亚国家举行了 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 那这场会议当中 也发现到 中国跟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在强化 那这一次这个北约的峰会当中 北约秘书长史腾伯格 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现在竟然协助白俄罗斯 在波兰的边境 也进行了一连串的军事演习 这些做法其实都对欧洲的安全 造成一定的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的野心 它不仅仅只是协助俄罗斯 延续了乌克兰战争 同时间在北约的其他的边界上的一些 所谓的史腾伯格讲的 具有独裁性的这种性质的政体来讲 或是所谓的我们讲 regime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那这些国家是串联在一起的 所以也使得北约的未来的挑战更大 那对于白俄罗斯来讲的话 背后如果有中国解放军的支持 那使得整个欧洲安全可能会陷入一个威胁的状态 再加上北韩以及就北朝鲜 以及这个伊朗的一个协助 那北约的一个未来的挑战性也是更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北约国家纷纷开始对中国 我采取一个比较我们讲说防范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说过往的北约的峰会 比较少会去谈论到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的议题也好 在这一次的峰会上面 大家会那么关注的原因也在于此 更何况其实史腾伯格也有提到一点 包含中国现在正在对付南海 以及在台海制造的一些动荡不安的一些局面 这些其实也都是北约国家正在关注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北约国家的一个功能性 已经逐步的全球化 在亚洲国家常常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 是不是有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会出现 但是就我的观点来看的话 北约已经在亚洲了 而北约已经开始关注到 中国对外扩张的一些做法 那这些做法造成周边国家的威胁 所以这一次的峰会当中 我们看到了邀请了日本、南韩 以及澳洲、纽西兰等等这些国家参加的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中国在亚太地区 印太地区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使得各国已经开始将焦点 关注到这边来了 好 那么我听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一方面说北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那么刚才林博士也谈到了 原来的马克龙说北约老死亡 他没有老死亡 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北约了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布林肯还谈到 就是说在对待中国问题上 美国与欧洲、亚洲盟友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趋同 那么这个结论是一种外交语气的打气 还是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现实 我想问赖博士 我想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情况 而不是一个外交的辞早 就像美国的领导人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 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里面 反复说的 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 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 有意愿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国家 那么这里面要说一点的 就是俄罗斯不是苏联 俄罗斯如果没有核武器 它就会被边缘化 它的GDP只相当于西班牙和广东 就是广东那么大的GDP 它已经不是个大国了 它只是个地区性的国家 只是因为它有了核武器 大家才重视它 那么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目的 就是不甘心成为欧洲的二流国家 它想恢复苏联 或至少要恢复沙皇俄国时期的 俄国在和欧洲的地位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不一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GDP 现在大概相当于美国的70% 那么美国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 非常的迅速 尤其在被加入WTO之后 那么美国国会就在2000年 就通过专门的法案 严密监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 和军事实力的发展状况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就提出了 转向欧洲的战略 就是把美国的安全防务的重点 从其他地方转向东亚 叫转向东亚这个战略 那么呢 美国和它自己在欧洲或亚洲的盟国 之所以在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 比以往更加趋同 这是因为习近平的政策造成的 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政策 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量 来修改现行的国际秩序 那么他还说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 他公开讲的就是东升西降 而且他在去年和普京会晤的时候 公开要的是要修改国际秩序 而且不仅如此 习近平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面 做出了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抉择 比如说在香港问题上面 在南海问题上面 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面 以及在台湾问题上面 这就实际上就把美国欧洲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国 就推到了一起 那么推在一起的这个最关键性因素呢 我就想介入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 Stefan Hlaski 他是现在的副院长 他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 他说呢 他昨天在加拿大一个大报上面 发表一篇文章 就讲华盛顿的峰会这个宣言 实际上真正连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盟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就是价值观念 这个华盛顿峰会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念 第二个呢 就是检验为了保卫价值观念 北约盟国和美国的亚洲盟国所做的准备 另外一个就是确定乌克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价值观保卫战中的地位 好 好 那么我接着要追问一个问题 因为布林肯是说刚才是说趋同是超出以往 但是呢 从白宫来说呢 拜登总统施压北约 让他跟亚太有印太地区有更多的合作 那么美国国会的领袖们这一次呢 也希望北约跟印太地区有更多的合作 但是呢 我看到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北约峰会的这个宣言啊 关于印太问题的琢磨并不多啊 他只是在这个第27条啊 我记得全部的这个宣言里提到了印太一次啊 我认为他琢磨是不多的 另外一个呢 我正好看到有一篇啊 这个评论文章啊 一位参加 一位多次参加华盛顿北约峰会相关活动的欧洲评论员说 他说欧洲大陆人啊 没有想到有一天华盛顿会推动北约将中国风险纳入其观众的范围 他们希望我们支持他们遏制中国的努力 这对欧洲论来说是一场非常复杂的这个任务 所以说呢 似乎这个北约不太愿意介入印太事物啊 对他们很陌生 而且很复杂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 赖博士能不能追问你一下 是可以的 这个第一个呢 北约这个是起源一个地区防卫性组织 它的目标就是苏联 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才转向俄罗斯的 那么呢 在这个从冷战结束到俄乌战争爆发这段时间 实际上就是马克龙所说的脑死亡 而这个词就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军备的荒废程度 而这种荒废程度呢 又被俄乌战争的现实所证实了 那么呢 东亚国家现在的真正的制造业 包括军火的制造业的实力最强的 我说数量上的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这个欧洲的战争 乌克兰战争 这个局势就会改变了 这是为什么俄罗斯能够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战争 背后就是因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明里和暗里的支持 而对于欧洲国家 它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重新组织自己的军火工业 来支持乌克兰 来应付俄乌战争的巨大损耗 那么如果现在呢 把它的有限的力量投入到亚洲的话 这显然不是许多欧洲国家能够愿意承担的 尤其那些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在东亚地区利益并不强 却反而和北京有很强密切国家的 这个北约国家 比如说土耳其 塞尔维亚 希腊 这些国家呢 和大西洋方面的联系并不联系很多 在东亚地区和北京有的千丝万缕的各种利益的纠葛 尤其是北京在这些国家巨大的投资 给了他们巨大的好处 他们并不想和北京发生争执 那么而但是呢 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北约国家 比如说英国 他们在和北京就在东亚地方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北约内部的一些毛病就出现了 就是北约盟国的利益并不是完全趋同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北约想达成一致意见就很困难了 好 谢谢 那么刚才我们的林博士啊 他也谈到就是北约功能的全球化 那么亚洲绑北约或者是北约在亚洲啊 那么你是这么一种看法 但是呢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北约在亚洲的利益 包括台湾海下的和平啊 是有限 这个利益是有限的 那么这实在是一种不同的观点 正好呢 我们的油管的网友呢 叫方Francis啊 他说北约进入印太主要因素是台海安全 在北约的战略思考呢 认为普京入侵 乌克兰会鼓励中共武力攻台 所以我想听听林博士 你进一步的阐述和解释 对的 因为台湾问题 或是台海问题啊 是在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者是在中国的议程上面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核心 以及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然 其实北约国家也都发现到 只是说 因为中国也采用一些分化的手段 对于欧洲国家 以及大西洋两岸的国家 进行这种统战或是分化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他一直在要求 就是北京政府一直在要求 欧洲国家能够脱离美国的掌控 能够实施所谓的战略自主 今年习近平到了塞尔维亚 到匈牙利访问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一直希望 欧洲国家能够走自己的路 但是因为北约 它本身来讲 是一个防卫型组织 它本身也是 刚刚如同主持人提到的 对于价值的一个保护 所以对于台海的保护 其实本身来讲 就是对于一个民主价值的保护 它并不是单纯只是一个 地缘战略的概念而已 它是涉及到整个全球 包含这个民主价值 是不是能够被巩固 或者是藉由所谓的独裁国家 能够去掌控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命脉 所以我们知道说 北约的任务跟过往是不太一样了 过往只是一个单纯的 针对华萨公约组织的一个防卫组织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北约已经就如同布林肯 曾经讲过的 就是说你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要求 各国去选边站的问题 因为本身在维护这个价值体系来讲的话 各国本来就是站在同一个阵营了 否则你可以看到 包含香港 过往来讲的话 国际社会不关注情况之下 中国公然的撕毁中英联合声明 50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竟然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主价值 如果各国不团结的话 那北约国家的存在目的又是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往 马克宏会说北约脑死 而现在北约在协助乌克兰的层面 以及看到了整个亚洲地区 包含被中国霸凌的这些国家们 如何去维护民主国家的防卫 以及安全 这些其实是未来北约可能新的任务 所以我会大胆的去假设 因为北约未来的前景 可能是在全球 而不是只有集中在欧洲地区而已 那么刚才我们关注了北约在亚洲 或者北约在全球 那么现在我们来关注北约内部 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是有感于德国的国防部长 他接受的采访 谈到的一个看法 他怎么说呢 不管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 也不论此任有什么样的政治议程 美国会更加关注印台地区 原因涉及到中国 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呢 就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会像过去几十年那样 保持在欧洲的存在 那么如果发生的情况呢 我们欧洲就应该为此做准备 这是我们欧洲面临的挑战 那么这可不可以说是美国的政治 对这个北约未来的一种极大的影响 导致了人们某种不确定性 那么请赖小刚教授你能不能简单回应一下 那可以的 这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美国政治 第二个呢 是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改变 巨大的地缘政治变化 第一个说美国政治 美国由于它的巨大的影响 它的巨大的能力 所以呢在世界各国就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 就是美国总统每四年要选举一次 这是国际政治中间必须面临的问题 尤其是今年的问题呢 就是拜登这个川普总统 那个川普总统前总统 川普是否会重新重返白宫 这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 这个美国要退出欧洲 退出北约 这是川普在上次任期的时候 曾经威胁过的 那么这一次呢 也是大家一直所关心的 而川普也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的 所以他在上次和拜登总统 在这个电视辩论的时候 他也专门重申这一点 他为自己很多的上届任期的时候的做法 进行解释 他承诺 他说不可能我们会退出北约的 不可能的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想借用一下 以前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驻联合国大使约翰·Bolton的话说 他说呢 川普如果要是竞选成功的话 他不会退出北约 但是会给北约造成重大的损害 这是Bolton说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地缘政治问题 这个呢 美国一定会把主要经历用到东亚地区 原因是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量 是世界第二位 是美国的70% 远远超过当年的苏联 苏联在他的最高峰的时候 也只有美国GDP的50%都不到 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达了美国的70% 好 好 最后那个 结束这个讨论话题之前呢 我再练几个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 这个吴明 这个他的来自油管的留言 他说政治不确定性气氛笼罩北约 北约到时会发现俄罗斯打到北约头上的导弹 用的是欧洲卖个中国零部件组装 而成的时候 不知道还会不会不确定 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 再往下看呢 就是说这个张的这位油管网友 他说呢 是不演了吗 中国竟然还敢派兵去白俄罗斯 在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50公里处 军事挑衅 中国是咸活 还烧的不够吗 那么南华华网友呢 也提到这个问题 中共党卫军这一次到白俄参加两国的联合军演 才是做了一件彻底击入北约成员国的事情 好了 感谢我们的网友的留言 我们这个话题呢 就讨论到这里 我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博士 和加拿大旅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 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我们两位嘉宾呢 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不代表美国之音 有词 感谢观看